最近美军机在中国周边的活动又被爆出新花样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发布报告称 自今年3月以来 美国私人防务公司先后向西泰地区部署三型侦察机 以协助美军开展侦察活动 包括一架部署日本冲绳加首纳基地的 庞巴迪CL604海上监视飞机 一架同样曾部署在加首纳的庞巴迪CL650侦察机 以及一架空中国网比奇350低空侦察机 其中庞巴迪CL604海上监视飞机部署时间最长且最为活跃 据统计从3月底至今 这架飞机累计前往东海黄海及台湾海峡北部空域 抵近侦察139架次前往南海17架次 另据报道 11月上旬美空军一架多尼尔328型特种作战验证机 从美国本土起飞 经美国阿拉斯加州日本千岁基地 日本宫崎机场到达日本冲绳加首纳基地 11月12号在东海当面活动后 这架飞机于11月14号返回了美国本土 据介绍多尼尔328飞机本身是一款民航客机平台 确实从表面上来看 美国的这一场恶华的戏码是越演化样越多 不但是有美国军方的舰机 不断地在中国周边进行一些活动 那么现在开始有私企的侦察机 也开始加入到这个行动当中 美国想要营造一种美国军民联手 共同对华的这种大戏码 但是这个戏码的背后呢 我们首先要看到几个关键的事实 第一呢 这个私人公司 这个私企的这个飞机的加入 到底是不是一个必要的行动 或者是对这个美国军方行动的有效的补充 我觉得这属于狗尾虚雕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 私企的飞机再好 它不会比这个美国军方的飞机 比美国的卫星能力更强 所以加入进来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群演的这种状态 花钱 当然这个钱不知道最后谁出 但是呢 总之呢 这个实际意义呢 是小于它的这种象征意义的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会看到呢 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美方呢 应该说有另外的一种考虑 就是呢 当这个私企的飞机 进行这种任务的执行的时候 他们认为呢 中国方面进行这种军事上的反应 包括把这个飞机 比如说这个驱离的可能性 可能会小一些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种 这个暗自的用心呢 他们认为呢 让一些这个民用的设施 包括这个飞机 加入到相关的行动中 对于美国的军事行动来说呢 既是成本低 又是相对的安全 反而呢 是这个不容易制造出一些 不测事件和这个事端 所以这样的一系列的考虑的背后呢 我们会看到 美国表面上是来势汹汹的 但是私底下呢 应该说是非常小心 甚至是心惊胆战的 所以才会有了这样的一场 耐人寻味的戏码 如果要你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